来这之前就跟我同学说 我要开飞机了 他们就很羡慕 问我是不是真的 即使你各方面身体文化都合格了 到那去训练 到你真正能够到部队驾驶战斗机 大概70%都要是被淘汰掉了 这个还是很残酷 这是什么变 姿态移 这是什么变 空宿 这是什么变 这应该是 按钮啊 这些仪表感觉有点眼花缭乱 操纵起来一手 缭乱的一种感觉 就喊喊喊 打钮右啊 能不能每次提醒的时候弹速感 自己能不能看得出来 我感觉都非常趋劣 新手念来的东西 到我面前突然变得这么困难 我感觉非常不熟 不能够一次性地对上跑道 对于列航的说法 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要相信自己 直接相信自己 你才能做好 连自己都不想起 你肯定低步你的做法 于列航小第二趋势 我曾无数次问自己 我的胃 战号工艺发现目标高度3300 185 不要管理 注意点 近年来 海空军招飞宣传片不断更新 点燃了许多年轻人 从军的梦想 威猛神秘的战机 英姿萨爽的飞行着装 酷炫的飞行动作 都让他们热血沸腾 想象着自己有一天 驾驶战机直冲云霄 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然而 要想成为一名军队飞行员 却不是仅凭一枪热血 就能实现的 那么他们到底需要符合哪些要求 又要经历怎样严酷的挑战呢 怎么样管理的 就大概丢的那样 都是那样 那会不会对你后来有什么影响呢 没什么影响 这是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为选拔飞行学员 给学生们测量体重的现场 刚刚成完体育号学生林高威 来自黄刚中学 是海军飞行员的预选苗子 他虽然嘴上说着体重没有影响 心里却压力很大 因为体重因素会直接影响他的选拔结果 胖的话肯定不行 因为我们对体型有阳格的要求 由于飞行环境复杂多变 飞行员在飞行中常受到噪声 低气压 晃动等不利因素影响 同时还要迅速接受大量信息 做出正确判断 所以对他们而言 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 和强大的反应能力 选拔飞行员 首先要对应召人员的身体情况 包括身高 体重等进行严格筛选 按照林高威 1米72的身高 他的体重应该保持在80.6公斤以下 但这次检查中 他的体重超出了标准重量 林高威的压力并非没有原因 海军舰载机飞行员 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 选拔标准要求 要远远高于其他飞行员 林高威在每一项考核上 都不能出差错 否则随时可能被淘汰出局 不愿放弃自己飞行梦的林高威 给自己选择了加练 这条艰苦的道路 和他同在航空班训练的 23号学员徐宇坤 也主动担起了林高威的私人教练 因为他担心他体重会不符合标准 我就想刚好趁着在训练的时候 有一些时间 我们两个就留下来 刚好在训练场上 我们相互之间训练 他教我打篮球 我带他训练跑步 别人跑三公里 林高威就跑十公里 别人坐几十个仰卧起坐 林高威就坐上百个 在徐宇坤的帮助下 就连之前一直完成不了的引体向上 林高威也开始有了突破 每当林高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身旁总有同样怀有飞行梦的战友 徐宇坤给他鼓励 有的时候真的是 就是感觉已经 自己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就比他会慢半拍 他就像战友一样鼓励我说 叫我跟上 一定不要气馁 看一下你自己有多少 78 78 比如附近当男人 短短几天时间 林高威的减肥训练就有了成效 减重六斤 让他达到了飞行员的体重标准 不过对他而言 这还只是飞行员基本素质达标的第一步 同学们 今天我们对你们近期的学习 要进行一次测试 飞机内部设备的 都会进行提问 下面依次按顺序进行 第一个动物号 go 出力 这是什么表 姿态仪 姿态仪 这是什么表 这应该是高度表 高度表 这是什么表 K15 当你现在收到了塔台的修正之后 你该通过哪个钮来调节你的修压 是这个钮 对飞机按钮记忆不清 直接导致了林高威在模拟机驾驶环节没有过关 记忆力是飞行员的必备素质 能够熟练操纵上百个按钮 也是驾驶战机驰骋海天的前提条件 但飞机驾驶舱中的按钮密密麻麻 想要准确分清 着实不易 飞行员通常会通过联想 动手操作等一些小窍门来 为了能继续实现自己的飞行梦 林高威想到了用画画这个办法来提高记忆力 画一遍按钮就相当于墨迹了一次 即便画下来每个按钮的位置 林高威已经烂熟于心 飞行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一关 林高威算是通过了 但这仅仅是飞行员选拔与成长历程中的一小步 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 这群怀揣着飞行梦想的羞们 还必须通过时装飞行的考验 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的学生李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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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严格考核和层层选拔 顺利通过了理论学习 地面教学 模拟飞行三个环节 即将迎来驾机升空的时装飞行 这也是每名航校学生都期盼已久的时刻 我来这之前就跟我同学说 我就要开飞机了 然后他们就很羡慕 问我是不是真的 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他们 是真的 学员们的时装飞行到南逐步展开 包括起飞 着陆 以及平飞和上升下滑 水平转弯和盘旋 俯冲 跃升等环节 其间海军的减飞专家 会对学员们的理解记忆 空间感知和模仿接受等能力 进行考察并评定成绩 最终计为招飞选拔成绩 早上七点 李远航已经在等待登机的命令 这次是自己操作 心情 然后包括一会上飞机 要完全运用自己之前学的知识 这心情肯定是不一样 把起落航线又重新看了好几遍 起落航线飞行 是驾驶飞行的基础练习 但要想把纸上的航线 真正落实到空中 对第一次驾驶飞机上天的 李远航来说 还是不小的挑战 而飞机升空时带来的失重感 更是让他有些紧张 当时飞的时候 刚开始起飞的时候 身体还会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然后就 失重感严重 会使人产生头晕恶心 呕吐等症状 一旦精神紧张 更会加重这种不适感 对会把飞行表现 进入招飞成绩的李远航来说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 都有可能 让他和自己的飞行梦 十之交臂 但从地面拍摄的这些画面看 第一次驾驶战机的李远航 还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他飞行时产生的抖动 让在地面观看的其他学员们 都捏了一把汗 这还反正抖 好多啊 连他到这都不抖 由于紧张 李远航握杆过紧 操作动作也不够柔和 导致他驾驶的飞机 在飞行时产生了一些小的抖动 但他迅速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回顾之前在地面上 反复练习过的飞行动作 李远航完成了 首次飞行规定的一系列动作 过了一会儿 慢慢适应了 就开始往窗外看风景 然后看教员的操作 然后就感觉 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我感觉跟着师傅就很放松 我就顺着师傅的劲就行了 然后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也不是很拟的 暴化关着陆灯 一个小时之后 在教员的带领下 李远航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飞 包风啊 轻飘飘的 那个新飞机他只好有个卡键 卡住了他放不下去 我说往外掰 我一掰他手 他�ren 开我手上勾一下 好飞啊 以后登舰那些飞 好 不错 我第一次坐飞机 感觉叹成了 感觉坐在云上 然后让它飘一下 非常 那红房子大不大 那个地球 从天上看超级小 您第一次把油门推到底 有什么感觉 把油门推到底的时候 你滑行的时候 速度超级快 就准备要起飞的时候 必须把油门全推满 然后那一下发动机 突然转得非常猛 然后就走上去 靠快 李远航迫不及待地 和小伙伴分享 第一次飞行的感受 成为一名保卫祖国 领空和领海的飞行员 是他一直以来的向往 这一天 他距离这个目标 又迈进了一步 但想要成为一名 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 还必须具备 独立驾驶战机的能力 胆飞不仅要求飞行员 有高超的飞行技术 还需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 高危的夜航训练 更是对学员飞行技术 和心理素质的进一步考验 五号 四川成都人 高考时放弃了 保送北京大学的机会 在成为了空军飞行学员之后 他的理论学习和飞行技术 在同期飞行学员中 都名列前茅 顺利通过了白天的单飞考核 因此他对自己即将展开的 夜间飞行训练满怀信心 我想是男子汉嘛 就应该要当自强一把 就来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种自信 尽可能的是要相信自己 只有相信自己 你才能做好 你连自己都不相信 那你肯定第一步你就做不好 这些答案是 三五号 航空 三五号 可以航空 对抗心方向 方向 明白 加满油能 看远处 离路以后跟蓝帆天是一样的 注意往上整个上的状态 然后收拾一下 明白 但随着战机升空 机舱外漆黑的环境 开始让吴浩感到有些不适应 夜间飞行和他的想象并不一样 在空中飞的话 你有时候还是看到下面黑油一片 就感觉是一种深邃的恐怖 你都不知道到底真正的高度是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有时候确实感觉有一点点恐怖 夜间飞行是一个高危刻目 相对于白天飞行来说 在一片漆黑的夜空飞行 飞行学员经验不足 很容易出现错觉 稍有不慎 就可能威胁到飞行安全 而夜间着陆的难度 则更大 为了达到实战的要求 跑道上只有指示着边界的标志灯 从空中看下去 跑道似乎很窄 标志灯也不够亮 对于第一次体验夜间飞行的学员来说 在这样的条件下着陆 难度要比白天大得多 你不要光电了跑着头啊 才能看看跑道 方向好吗 现在偏哪个方向 来摔平右 脑偏右啊 能不能每次提醒的时候 弹出感 自己能不能看得出来 由于跑道灯光暗淡 所以五号始终 内心对黑暗的恐惧 在降落时 总会把注意力 放在探清跑道上 从而顾不上修正飞行姿态 导致飞机总是有些倾斜 对不准跑道 虽然说有白天的一个基础 但是有的时候 晚上这个注意力分配的原因 包括这个地标观察部 不是特别好观察的原因 不能够一次性地对证跑道 那么这夜行呢 对于夜行呢 说的话这个问题 相对来说 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五号不能对证跑道的问题 使自己的注意力分配不好 夜间飞行既要看清跑道 又要兼顾仪表 教员提醒了多次 五号也没有改正 一向自信的他 竟有些怀疑自己了 我感觉的非常齿迷 之前我感觉非常 新手念来的东西 到我面前突然变得这么困难 我感觉非常不适应 可能从之前 我说了比较自信的状态 变成了不自信的状态 但为了自己飞行员的梦想 五号不愿放弃 按照教员指导的方法 重新学习 克服内心的恐惧与不自信 又一次夜间飞行 五号在降落时 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好 今天飞行有进步啊 挺好的 没有呗 方向好的啊 就这么判断修认就可以了 我支出 按照教员指导的方法 稳定心态 调整自己的飞行技术 五号的驾机着陆 终于得到教员陈彪的认可 他也找到自信 去参加夜间单飞考核了 但是在考核日的傍晚 却突然开始刮风 今天目前看 风速还是比较大 应该说 对他们的心理和技术 不是一定影响 像今天这个志向比较特点 第一呢 是气温比较低 第二是 侧风明显 阵风非常明显 这是我们前几天带飞 可能很少飞在天气 要适应好这个气象 为了对学员的飞行技能 有一个客观的评估 上级特意选派了一名 五号不熟悉的教员 赵福军担任考官 今天气象风比较大 对着陆一定影响 要考虑好风向风速 对着陆的影响 明白 准备好了就报告 明显 明显 三五划出 三五可以划出 五号的夜间单飞考核正式开始 但不利的天气 与陌生的考官 都在无形中 给五号增加着心理压力 这是五号夜间飞行训练中 第一次在侧风大的环境下飞行 五号准备着陆 但是受风的影响 这时候的操纵难度 要比平时大很多 稳住感 好的 好的 加油我们连续 好的 稳住心态 接连完成三次起落 五号的单飞考核终于结束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棒的 什么叫挺棒的 就是很为止感觉 跟之前飞的 就感觉按照自己 齐步移动的 就感觉自己真的比较 比较顺畅 我的自己感觉也是做得比较 能觉得他能通过您的考试吗 通过了 好 待会儿没问题 好 待会儿没问题 遇到这个血缘 顺利 圆满完成内容 首次夜间单飞考核 五号顺利通过了 向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又迈进了一步 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 军队飞行员更是万中挑一的天之骄子 而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队飞行员 却要历经常人无法想象的历练与挑战 这群怀揣着飞行梦想的热血青年们 还有许多难关要闯 但我们相信 他们一定会伴随和见证 中国军队飞行员队伍的成长与壮大 驾驶着最先进的战机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和远海大洋 用青春和热血去铸就最精彩的 飞天梦 这就是我踏上飞行的一小步 但却是我人生理想的一大步 我梦想是加水战机 翱翔在祖国的海天 我希望以后的舰台机会有我的面影 我想当宇航员 我想做一名舰台机飞行员保卫祖国海天 飞行来年是我的梦想 我希望有原理可以做到 让心中有梦就勇敢去飞吧 我想飞行天摔星星 我希望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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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